哦 哦 什么地方啊 没 应该是山最多的地方 哦 太美了 那边 哦 客人到家了 一锅煮三成 现在在贵州 哦 好吃 第二个直辖市 重庆 焦麻味的 哦 哦 湖南了朋友们 贵州的 有重庆的 有湖南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到恩师 你必须吃的肉 你不吃好 你没来过 脱一点 啊 而且脱点了 脱点了 bom 我不吃还了吗 好好看 我们在红楼市 吓人 啊 哎 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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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次的行程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很容易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我现在就不知道我们所在哪个省 在华中腹地有一片山区 东陵两湖 西通巴蜀 北连关中 南达两广 这里山清水秀 是一片蕴藏在大自然中的天然氧巴 这里少数民族聚集 诞生了风格鲜明的民族文化和民间艺术 这里历史渊源 留下了精美绝伦的历史遗产 和口口相传的传说故事 更重要的是 这里容纳了川 香 钱 饿四省的独特风味 我们这次就是要开启一个全新的辣 这里就是汇集了各种辣味的中心 武陵山区 今天来到这儿就是一下飞机阳光明媚 而且你闻那个空气还是挺湿润的那种感觉 Jason他们落地的是位于贵州和湖南交界的 同仁凤凰机场 我们这次就设计了一个很特别的路线 我觉得应该好吃 汇催在了这几个地方 好吃 好玩 风景好 比较刺激 由此开始一段途径贵州同仁 重庆秀山 湖南棘手 和湖北恩师的环虎林山区的腊味之旅 这次为什么从这儿出门呢 是还有一个人要见 很高大 很雄伟 很威武 Jason他们要去的第一站 就是武陵山卖主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繁尽山脚下的一个寨子 丑干 啊 拔块 有没有觉得熟悉这个口音 有点像死才华 就是死存话的感觉 这个我们卖不卖你 路上被一个卖水果的姐姐卖的丑干吸引住了 尝一下 尝一下 要的 要的 都拿一斤尝了 已经 给你们一个 别人就已经很大方了 哎呀 这边就盛产这些东西 什么呢 哎呀 人随便拿一个 这在北京得多贵啊 你知道丑干贵哈 嗯 北京丑干的还蛮贵的 哦 好甜 嗯 爆汁啊 水分特别充足 Ju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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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汁哒 西南尤其盛产柑 只尝了一口就绝地 好 来点 来两斤 应该一个差不多有事无聊 那再来 再来四个吧 好的 再八个 正好就当路上的零食了 我给你们包 谢谢齐老师 我快想闻这个味道 给你个垃圾袋 好 这个丑干还是很甜 它里边的那个丝都特别软 不是那种硬的 嗯 软火的哈 嗯 好地方 橘子美味的好地方 青山绿水的好地方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一点都不觉得累了 既然到了这个同仁 就是这块就属于整个贵州 嗯 第一高的山 叫做梵境山 梵境山脚下 为了让一早赶飞机的大家住得舒服点 这个梵境山附近啊 有很多很多的民宿 但是 鉴于 有很多是照片 就推荐大家还是要选一个 就是 酒店好一点 Jason没有选民宿 而是订了一间酒店 哎 不错哎 哇 有预章 哎 先看 哎 这 先看看酒 窗外的黑汪河流水潺潺 那个水声多好听 感觉 晚上可以开着窗户水那种感觉 融入自然的感觉 就是可以坐在这儿喝喝茶 挺好的 清清水 三月的贵州山区 正是春暖花开的好时节 这边这个是油菜花吗 是 岁月静好 就是这么一片岁月静好的世外山水 有人族族辈辈生活在这里 小树民族 这不是鸟族 普家族吗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是 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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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静山脚下 正是一处叫做寨沙的洞族寨子 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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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一下 这简直到了这儿就是水果 你看有 这个水饭很多 还没进寨门 又被一个水果摊子搬住了 这是什么梨啊 这是什么梨 这个是价介 它是梨子是价介的 好甜 脆 水分很多 水分很多 真甜 特别脆 特别甜 拿 6块钱一斤 买完可以直接在溪水里洗净 拿这个冲一下就是 阿姨刚在洗菜 阿姨不是在摘菜的 现在之前 她在洗 现在又在摘 摘完再洗 摘好多野菜 所以我看阿姨既然能洗菜 那我们也能洗水 溪水自樊靖山而下 整个寨子70多户 200多人的生活起居 都离不开它 而生长在这条小溪边的姑娘 也是心灵手巧 这是洞秀吗 洞秀苗秀都有 这是寨子里的一家刺秀工作室 因为我一直都是在做这个传承 动作文化工作方面的 我刚好一来就来了一个厉害的地方 你看那个照片里面有什么 对这位小姐姐的敬佩之情 不禁油然而生 贵族的很多刺秀的夹在一起 都是贵族刺秀的感觉 对 那姐姐现在就在秀 水足重足 看看这精细活 这真的一针一针绣 对 我连个针都认不上 你站在旁边就有一种毛躁感 绣不来衣服 那就穿上衣服过过瘾吧 哎呀天哪 这都是姐姐一针一线绣的 你穿上民族特色的服饰 你别说有一种国潮的感觉 我觉得穿上这个民族服 要不来点民族舞 那有点不过瘾 应该做的 动作那你就教我两个 教我两个吧 教我两个嘛 帅哥来个医院 动作它一般 一二三四 二三 四 四 四 然后画圈 画圈 都很简单了 好 那我都来 来 音乐 很简单的 更加的 最自由 舞蹈最重要的便是开心了 有了音乐和气氛 那些规矩和讲究 就没那么重要了 这小关键的话 它里面 租三的话 那是一个财运地鞋都有 对 还有事业啊 爱情啊 都有 作为五十六个民族中 重要的一部分 动作保留了独特的建筑风格 精美的手工技艺 这个都是手绣的 对 这个要 这个团里面是有展周的 它是农历的初一十五的时候 我们再老到那个半斤它上面 它是寺庙里面 搬了过后才可以进一步 这个态度开放的 曾经有一位动作女性的形象 被印在第五套人民币上 你知道它是多大面额的吗 关注陆建不平来晚饭 微信公众号 输入关键词 动足 留言写下答案 我们会抽取一位答对的小伙伴 送给他 来自战杀洞寨的手工开光 朱砂挂饰 而这一次旅行 Jason他们也收到了一份大礼 时隔四个月 商与复出的刘大胖佳佳 终于 终于 归队了 为了庆祝刘大胖佳佳的回归 Jason要带大家去尝尝 当地最有特色的美味 一路快马加鞭 这可没有看到有那吃饭的地方 它是河边在 我终于到今天第一顿 我们到这要吃的东西了 我忍了一路 那个空调里 这一路上全是香味 在哪儿 顺着小河走下去 大哥 我还没问呢 你就知道了 即将吃到当地人熟悉的餐厅 便不自觉地 辣每次辣 辣每次吃完辣 都不怕辣 唱起了歌来 我们这一次的辣味之旅 第一顿就从这家苗家土酒馆 开始咯 走 同样是在梵径山脚的当地餐厅 上面有位子 我先改过给它蹦了一下 这个烟里面都是虚辣肉 木炭的味道 然后还带着油脂的香 往上走味道越来越重 上进苗家球楼 好香啊 一上楼就被这满屋的锅器 以及悬梁上一排排辣排骨和辣香肠 给惊到了 天哪 太爽了 这是真的吗 真的啊 真的啊 谁又见过像这样 挂了一屋子辣肉的餐厅呢 辣排骨 然后上面那个是五花肉吗 五花辣肉 这个跟湖南的有什么区别 我们是土猪 农家的土猪 土黑猪那种 对对对 老板娘你们这个腊肉 那个熏的那木头 用了什么木头呀 白子木了 那个白子木了 不是那个白子树 那个椰子吗 白子树 在冬天大多植物褪去绿衣 但柏树依然生机勃勃 柏树叶极其茂密 将其点燃后出烟浓烈 把肉摆挂在灶头之上 用柏树枝叶慢慢熏烤 鲜肉就会变成肉干 颜色亮丽 香气扑鼻 有饭味有那个锅器有木头 还在滴油 对于腊肉我真的是 虽然我是个北方人 但是我爱死了 这就是教科书式的告诉大家 真正的腊肉应该是这样去出来 在这样一个餐厅吃饭 心情也随气氛愉悦了起来 蘸水 然后那个土 有一个腊肉拼盘是不是 这个腊肉 来我带你们里面去看一下 好 太好了 老板娘直接领着Jason他们去到后厨点菜 这就是明当点菜 一开始就点个煤丸了 这个好吃的 买一个这个呗 这个 那个辣的五花肉怎么做啊 烤一个 我最后要一个皮蛋 这是什么呀 辣煮饺 这个是什么呀 什么意思做的 什么都想点 辣肉就可以了 这里除了辣肉 让老板娘骄傲的 还有这个 超香 那个糯米香 你闻一下 这个是米和糖 随格酒 这个挺好吃的 在劲儿我跟你说肯定会大 有一点甜的感觉 有点甜的感觉 那两个呢 这个是葡萄酒 这个酿了多少年 15年 这个呢 8年 对 因为我们家的酒 就是上到5年才得卖 哦 哦 名字叫土酒馆的餐厅 当然就得 玩笑啊 来一斤吧 太香了 真的香 哎哎哎哎 端起你的位子来 我给你们倒 来来来我给你们倒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你看一滴没咋 哎哎 走行啊 谢谢盖主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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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共同举杯庆祝 欢迎家家回来 干杯 干杯 哇开始了 终于能吃了 先来个猪蹄啊 让大家都挠一挠 新一年身体健康 越挠越有钱 越挠越健康 好不好 挠一挠 挠一挠 琴美丽 懒财懒财懒财 这个是一人一块啊 真香 那这个有点像我们那碗卤猪蹄 我直接上手了 就是卤猪蹄的味 这样一大锅色泽鲜亮的卤猪蹄 它一直在那个瓦罐里喂 所以它特入味 熬吃了许久的卤汁味 慢慢进入到猪蹄的每一个部分 而且很弹 皮底下有胶质 就跟猪蹄我们想象中一样 没有任何的腥脏 毛去的也比较干净 你说这是不是土鲁 这是土鲁 土鲁的脚都这么紧致 紧致的皮肉弹牙可口 味道丰富而富有层次 比那种酱汁味多了一点点辣 就是他们当地的那种辣 我觉得还是我们今天第一天到贵州 到这个东西这个地方 感觉这边的猪肉 确实 确实啊 不腻你知道吗 不腻 吃起来还是很有这种肉香 滋味足 而且是黏嘴 一点也不腻的鲁猪蹄 作为开胃菜 着实惊认了大家 我们现在是在贵州 大家看这个 这个鱼相当有特色 看着像湖南菜 但实际上呢 它是用当地这里的马鱼 马鱼是什么 马鱼呢 其实是一种鲤鱼科的 叫麦穗鱼 就是小溪鱼 对 就在我们家里面的鲤鱼 我们吃饭的旁边这个河里面 然后呢 它做法也不太一样 你先拿一个尝尝 提前是炸过的 我要那西摊剥的 哎呀 你那嗓子 我要那种剥 就泡在底下的内脏 对吧 如此一锅酸汤鱼 让其女士迫不及待了 这个西里的鱼 其实挺搭个儿的感觉 而且鱼量挺多 它提前给你把内脏都已经剖好 赶紧尝上一口吧 哇 嗯 哦 这个沙好酸 好酸 它是酸咸 用的是 点的时候大家跟我说是糟辣椒 其实也是贵州酸汤的一种形式 它这个糟辣椒有用的柠檬 米醋 然后还有一些微酸 有点像他们这些 就那个吃的瓷巴辣椒 有点那种湿湿润润的感觉 但是这道菜很适合我这么懒人 我最乖主次了 它炸过 连鱼头都可以吃 而且你感觉不到刺的出来 对 它那个外面的皮很吸汤汁 所以这么一股糟辣椒炖的麻鱼 更适合的吃法 我觉得这个得配米饭了 从这道菜开始 断什么炒 来吧 来碗饭 因为米饭简直是 糟蹋了这碗汤 贵州这酸爽浓郁的鱼汤 淋在饱满的米饭上 好吃到浸上一杯吧 好吃到浸上一杯吧 但是你看你夹起来的时候 你发现这的辣排骨底这么软 很嫩 感觉就是它的辣感觉 比湖南本地辣的时间更长 我们到这儿的辣 就已经变成了辣肉的辣 这个辣就是 刚刚人家讲三个月最好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特别长 像那种辣了一年过年吃 就太久了太硬了 我以前吃过那种 我选一块比较深色的 人间烟火都浓缩在了一块辣排骨上 真的 最开心的是 我发现我舌头感觉吃得出来 是吗 感觉你吃到了五花肉 配上柴果 那个锅在那儿翻 油的味道 嗯 美味到停不下嘴来 哎 我觉得他们这边呢 对 这汤里的那个笋你发现没有 起到至关重量 那个笋煮出来的汤 然后吸收到这个辣肉里面 嗯 就这个辣排骨吸收了所有笋 然后这个汤的那种精华在里面 所以就算是一颗老的辣排骨 但是它也非常的嫩 同货新生的感觉 这样一块浸满了笋汤的辣排骨 吸收了日月精华 在口腔里迸发 嗯 还有我比较推荐你选那种越黑的部位 嗯 越有那种历史的感觉 越有那种 就是腊肉主要是熏它嘛 就是有各种腌的那种味道 其实你都能尝得出来 木头的味道 嗯 然后还有灶台的味道 肉的味道 油的味道 都在里面 你试完了以后 你来 牛 胡卑人尝尝 好 好吃 众人揭夸的辣排骨 我跟你说 绝对是我吃过的辣排骨里第一名 这道辣排骨 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吃个苗家土菜 喝个土酒 吃个土腊肉 最后我们再尝尝 蒸着他们家上面的那些腊肉 辣排骨之上 非常肥 各种辣味全都香气逼人 配上其他各色菜肴 简直不能更满足了 大家来一定要尝尝 这个苗家的土酒碗 酒呢 可以 起床 我们一起开吃了 来来来 干杯干杯 干杯 在樊镜山脚 于寨沙洞寨 向苗家酒馆 我们遇见了新友 我们盼来了故人 同时收获了独特的辣味体验 这将是这趟四省之旅的启程 也将是下一站 那个充满着颠簸意外 与味蕾体验的行程序幕 即日起 关注路见不平来晚饭 官方微信 回复攻略 就能获取最全的餐厅信息哦 持续更新中 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了 今天我们欢迎奇美丽 这个甜品大王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 因为前一阵我们不是去贵州了吗 对 然后在樊镜山脚下 发现了一个特别好吃的甜品 这是有花生糖的还是蒸发 蒸酥子里面有花生的 所以今天也要请我们的甜品大王 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 品鉴一下这个好吃的 这个特别好吃 这个当时我们发现它的时候 是因为那个人正在做 因为我们是看它现做的 特香 就是那整个街里边都飘着 都是他们家的那个香味 嗯好吃 这个是松子酥 而且我们是看它现做的 就是它是整个是把那个松子 还有一些瓜子麦芽糖 放在那个铁板里 然后又酥脆又香 而且就是你不觉得就是不甜 不甜因为它放成麦芽糖 它没有放其他的糖啊 或者一些添加物 但是它主要是香 因为它有那个松子 因为松子本身就是还挺贵的 因为我们当时是现做现吃的 好香啊 松子味特别浓 但是我们带回来以后发现呢 放在这个袋子里面地方 其实它酥脆是能够保持的 到现在吃依然是非常酥脆 因为里边那个松子和瓜子的含量 就特别的高 一口下去就是满满的 都是坚果的那个香味 都可以看得到 全都是这种大颗粒 你看我们平常如果是吃松子 你还得拔 吃瓜子还得刻 特别麻烦 但是吃这个就不过瘾 咱们应该像这种 你直接抽一根里边 可能一把瓜子 一把松子 都带里面 所以我觉得无论大家是 比如说当早饭吃 还是当零食吃 配起来当茶点吃 还是想要下酒吃 当下午茶吃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如果有朋友喜欢这个松子酥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路见不平来晚饭的 微信公众号 点击左下角的吃喝杂货 你就能找到它了 现在下单即可享受专属优惠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圆缺 世间万物皆不可称完美 即使是XFan吃货俱乐部 一路发展到现在 也依然有所欠缺 缺什么? 缺人 非常缺人 想不出一些节目 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有一群人为此 结果99道工序 添加81道风味 在那儿节目最终上桌 配上线 不应当不应当 我们都只是小可爱啊 整天哭着喊着 要加入我们的你们 不要说我们没给你机会哦 我们需要 后期包装 平面设计 节目编导 电商客服 新媒体编辑 以及会计 可以没有经验 但是要有态度和技术 觉得自己有戏的细精们 快把简历扔过来扔过来 但是 在这之前 我希望你想清楚 因为你一旦加入了 等待你的将会是 见偶像 电影员 被头位 被日常头位 被高级头位 作为幸福让人发胖的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们可是很认真的在招聘 那些说 我只会吃什么都不会呀 除了面貌一无是处啊的人 出门隔壁 想先让商务处投递简历 不送啊